今天是二十四祭区当中的清明 一般来说 清明是在春分祭区以后的第十五日 也就是在头地地球黄金十五度的位置 因为天气漸漸温暖起来 朝暮开始不心意 带自然的经济变得很轻松明朗 所以就把这个祭区护罪清明 但台湾在清明这个祭区会吹南风 也为这个祭区担来豐富的护罪 便若到清明 一般人就会想到北梦 敬拜祖先 这是法林社会的一个重要节日 减格来说 清明北梦的传统 是对古早中国的颂调才开始的 目的是为了买好后来的警孙 可以感染力带的祖先 不过也是有人不是在清明北梦的哦 祭区 完全脱离当白的季风漆 所以有时候是很冷 气温的变化很大 很多爱秀的人 常常看到里头 所以穿真正 刷不太到红天气的变冷 就衰感到 所以才有一句习意 是这样说的 三个车 冠世少年级 清明 也有人说过七名 每年清明的前后 常常看到人排队在买鸩皮 清明吃鸩鸩鸩鸩 已经吃了一种实食 鸩鸩鸩鸩 是用米粉造成薄薄的鸩鸩皮 里面包豆菜 紅菜桃兮 肉丝 酸丝 豆干丝 土豆粉 糖粉 这些料 更做一口鸩鸩鸩 就可以吃 煮味不错 很多人爱吃 农川有一句讯意说 清明鸩 还有鸩鸩 这是说清明 鸩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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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鸩�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